从我跟周渊结婚那天,就知道她家跟她小舅家不合。 周渊说,她姥姥重男轻女,一直偏心小舅家。 前两年,周渊的舅妈得了癌症,她小舅为了给妻子治病,卖了房子。 舅妈是肝癌中晚期,治疗了一年多,花光了房款,还是撒手人寰了。 自此,小舅便带着女儿严丝,住在了周渊姥姥家,姥姥十年前就去世了。 现在只剩下姥姥一个人,用公婆的话说,小舅是要提前占着老人的房产,同父同母的。 怎么她是个男的,家产就都得给她。 等老人老了,不用我养老伺候吗? 婆婆总是这样愤愤地说,在我的婚礼上,小舅带着女儿来参加婚礼。 公婆和周渊对她们的态度淡淡的,完全不像亲戚。 我作为新过门的儿媳妇,对老辈之间的事不了解,不能多做评判。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,重男轻女在我们,这老一辈里也算常见。 我理解婆婆的愤怨,常劝她宽心,说只要咱家的日子平安顺遂,比什么都强。 我和周渊结婚才半年,小舅就出事了。 她是长途货运的司机,或许是疲劳驾驶。 她在高速上开车时,撞在了栏杆上,速度太快卡车侧翻。 小舅伤势过重,还没送到医院,人就没了。 葬礼上,婆婆哭得伤心,一直需要我搀扶。 我想着,到底是清洁地,因为房产的那点隔阂,早就在生死之际消失殆尽。 我一边用心照料婆婆,一边尽心在葬礼上帮忙,我很同情严思。 几年之内,她爸妈相继去世,她才二十二岁,就要接连遭受这样的打击,真的太残忍了。 严思很坚强,葬礼上,她一直低头默默哭泣。 我安慰她时,她说这几年她爸太累了,太苦了,终于能休息了。 她在天上会和妈妈重逢的,公婆对严丝嘘寒问暖,诸多照顾。 我心里感慨良多,一家人,哪会因为财产真的生嫌弃呢? 婆婆说到底是严丝的亲姑姑,可我没想到,葬礼后,婆婆就在家喜滋滋的,说小舅走了。 姥姥救她这么一个闺女,她是第一继承人,家里的房子不可能给孙女。 我听得心惊肉跳,难道公婆对严丝的好都是装出来的? 公婆没高兴多久,姥姥就宣布了一件重要的事。 姥姥说严丝这么小,没了爸妈可怜。 她已经写好了遗嘱,等她将来去了,这套房子就留给严丝。 公婆听了之后气坏了,婆婆警告姥姥,说她这个岁数了,要是不改遗嘱,将来有个病而栽的,自己不会管她。 姥姥下定决心,说生死有命,她白发人送黑发人,现在唯一能做的,就是替小舅照顾好女儿。 自那天起,公婆再没去过姥姥家,周渊每每跟我提起此事,也是怨气连连,说严丝是个女的,将来要嫁人。 这些财产就都便宜给了别人,她是个儿子,姥姥竟然不把房子留给她。 我能理解公婆和周渊,分不到一点财产的分明,但房产到底是老人的,她有决定的权利。 公婆有自己的房子,我和周渊也有婚房,我们的生活还算不错,可严丝不一样。 她在独大寺,连收入都没有,爸妈都没了,将来还不知道,能嫁个什么样的人家。 作为奶奶,想保障孙女的基本生活,是人之常情,葬礼时,我和严丝互相加了威信,公婆和周渊都不喜欢她,所以我很少跟她联系。 只是在小舅刚去世的那段时间,安慰过她一阵子,有时,我会看严丝的朋友圈,她经常会发她和姥姥的日常,祖孙两人一起种的种子发芽了。 或是她带流浪猫回家,二人一起喂养,或是祖孙做了什么好吃的,很温馨。 我想,失去了老伴和儿子的姥姥,能有孙女陪在身边,也是一种安慰吧。 严丝毕业后,留在了实习所在的公司,终于有了收入,可好景不长。 几个月后,姥姥的心脏病更严重了,需要做搭桥手术,姥姥手里有些积蓄,可她需要人照顾。 严丝又要上班,又要照顾姥姥,根本忙不过来。 无奈之下,她给婆婆打了电话,希望婆婆可以帮忙照顾下姥姥。 房子都留给你了,你让我照顾她,也行啊,那你让她把遗珠改了。 房子给我,我就去照顾她。 婆婆毫不留情地说,那天,我和周渊在婆家吃饭,听了个瞒耳,我什么都没说,心里却很不舒服。 婆婆的语气太过冷漠,好像生病的人不是太亲妈,只是一个陌生人。 挂了电话,公公说婆婆做得对,严丝心眼多,财产不松手,却想别人出力。 我以为婆婆说的是气话,她肯定不忍心不去看姥姥。 可后来我侧面问过严丝,婆婆一次都没去看过姥姥。 严丝告诉我,她为了照顾姥姥,把工作辞了。 姥姥这么大岁数,身边只有她一个人,她必须好好照顾姥姥,不然她没法安心。 我于心不忍,让周渊劝劝婆婆,到底是亲母女? 哪有个业仇? 她却说姥姥把财产给谁,就应该让谁照顾。 凭什么把房子给了严丝,让公婆跟着伺候? 我不赞同她的想法,说了她几句。 我俩争论了半天,最后不欢而散。 但这是到底是婆婆的娘家事? 我无权干涉,做手术加上修养身体。 严丝照顾了姥姥四个月时间。 期间我去看过姥姥两次,每次去,姥姥都会问我婆婆好不好,是不是还生她的气? 我只得撒谎,说婆婆也想来就是比较忙,腰也不舒服。 所以让我过来看看,姥姥每次都笑笑不语,看向我的眼神里流露出无尽的落寞。 我把去看姥姥的事,告诉了周渊。 她让我别多管闲事,还嘱咐我不许让公婆知道。 我真的不明白,一套房子,比母女亲情还重要吗? 姥姥已经八十岁了,她还有几年时间。 住室以后姥姥没了,婆婆不会后悔吗? 十个月后,姥姥在小区里走路时摔了一跤,人送到医院后,医生直接下了病危通知书。 严丝连忙给婆婆打电话,这次公婆赶了过去。 我和周渊收到消息后,也去了医院,经过抢救。 姥姥虽然脱离了生命危险,人切很虚弱,婆婆一直守在姥姥身边,我以为她终于醒悟了。 没想到有天下班,我买着饭菜去医院,病房里只有姥姥和婆婆。 我站在门口,听到婆婆对姥姥说,妈,这房您不能都给严丝。 我俩的一人一半,姥姥用断絮而轻弱的声音,说,我这房不大,地点偏,不值什么钱,要是给你一半。 等我一走,你肯定要卖房分钱,到时候私私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。 婆婆说她可以等私私,嫁了人再买房子,又说严丝是个女孩,这房给她,以后也得信别人的信。 姥姥摇头,说她当初条件不好,没给儿子买婚房,这房就算是补给严丝的。 又说婆婆当初买房缺钱时,她和小舅一人支援了两万,让婆婆看在这个份上,不要计较房子了。 婆婆冷笑一声,妈,您可真能算计,您何地加起来才给我四万,就想让我放弃这八九十万的房子。 可能吗,您现在老了,病了,需要人照顾,严丝要上班,还不得我照顾您。 我把话放着,您要是不改遗住,我就走人,我看谁来管您。 可我知道,婆婆买房那年是两千年,那是一套房子十几万,姥姥和小舅给的钱已经够多了。 姥姥说了一句,她不会改遗嘱,之后侧过身去,背对着婆婆,身体微微轻颤着。 婆婆记得转身就走,出门看到站在门口的我,二话不说,拉着我就走。 我说我把饭送进去再走,婆婆却说,人家一毛钱都不给,你还巴巴赶着给送饭,是不是傻。 我俩正走着,就看到严丝走来,我忙把饭菜交到她手里,才匆匆跟婆婆走了。 之后,姥姥身体越来越虚弱,不过半个月时间,就撒手人寰了。 严丝忙着各种事的时候,婆婆不去帮忙,反而在家里一一通知亲戚朋友。 严丝又伤心又忙碌,我怕她撑不住,背着周渊请了家去帮忙。 葬礼上,婆婆哭声震天,大家都快她孝顺。 严丝一个人跪在角落,默默哭泣,公共忙着接待来吊咽的亲朋好友。 周渊负责收钱记账,葬礼结束后,婆婆不仅拿走了,朋友同事的礼金,还把所有亲戚的钱都拿走了。 这些亲戚,有很多是她和严丝共同的亲戚,按理说这钱应该,先用来抵葬礼花销。 可是婆婆说,姥姥把房子都留给了严丝,葬礼的所有花销,都该严丝出。 我怕严丝没钱,偷偷问她,拿什么付葬礼花销。 她说小舅去世时,有些赔偿金,够支付所有费用,让我别担心。 我真的不知道说什么好,估值一场,难道真的薄粮至此吗? 葬礼后,婆婆再没和严丝联系过,每每我表现出对严丝的担忧。 她就会对我,你替她担心什么? 人家有自己的房子,日子不比你强百倍,我看你是瞎操心。 后来我怀孕了,孕兔反应很大,自顾不暇,没再关注过严丝的事。 某天周渊带我回公婆家吃饭,兴致冲冲地跟公婆说,你们看那个新闻了吗? 爷爷写遗嘱,把房子留给了孙子。 三年后,叔叔和姑姑把侄子告上法庭。 法院判决这房子归叔叔和姑姑所有。 公婆一听都兴奋坏了,连忙上网查。 一查才知道,孙子女不是爷爷奶奶的法定继承人。 爷爷奶奶写遗嘱把房子留给孙子女属于遗赠。 继承法规定,受赠人要在知道遗赠的事情之后,两个月内做出接受的意思表示, 否则,就视为放弃遗赠的受赠权利,房子就会被任作使爷爷奶奶的遗产,进行法定继承。 婆婆笑声连连,真是老天有眼。 老天都看出来,这是不公平来了,这是替咱们打抱不平呢? 公公跟着笑,咱妈去世都半年了,严丝不懂法律,肯定没做出接受的意思表示。 咱们就告她,告了她房子就是咱的了。 周渊跟着说,县城的例子摆在这,肯定能告赢。 我眉头紧皱地看着乐呵呵的三人,犹豫地表示着不太好,既然姥姥决定把房子给严丝,还是应该尊重她老人家的遗愿。 婆婆瞪了我一眼,你知道什么?那套房子值九十万,把我们的房子也卖了,两套房子的钱能买套学区房。 你这怀着孕,不得替孩子打算啊。 周渊把我拉到身后,用眼神示意我别再说话了。 我低头咬唇,只觉得公婆和周渊的想法,跟我完全不同。 晚上,我给严丝发微信,问她房子有没有过户到她名下。 她说最近忙工作,没有处理房子的事,我连忙把公婆,要搞她的事告诉她了。 严丝知道我怀孕了,嘱咐我别多想,估执一场,总有解决办法,不至于真的闹到法庭上。 第二天,我就听周渊说,严丝给婆婆打了电话,说着房子一人一半,可婆婆不同意,坚持要搞严丝。 我让周渊劝劝婆婆,房子一人一半已经很公平了,总不能一点都不留给严丝。 周渊摇头道,你快别跟着掺火了,严丝怎么知道的? 还不是你说的,我妈还气你胳膊肘往外拐呢,你就别往枪口上撞了。 我气得数落周渊,说都是她把新闻的事告诉公婆,不然也不会闹出这么多事。 周渊像看怪物一样看着我,那房子值九十多万呢? 不是小树木,我为什么不告诉爸妈啊? 我妈继承了房子,以后还不都是咱的,咱少奋斗多少年? 你同情严丝,人家同情你妈,要不是我妈要告她,她会这么好心把房子分在一半。 谁不是利益至上,我不认同,可这是我做不了主。 公婆已经请了律师,官司也在走法律程序了。 最重要的是,周渊非常认同公婆的所作所为。 无论严丝怎么哀求,他们都表示,这房子一分也不会给严丝,见他们如此坚定。 我实贪心地问,若是拿到房子,能不能把之前严丝出的丧葬钱还给她? 毕竟那钱是小舅的赔偿金,还有亲戚们随的那些礼钱,能不能分严丝一半? 她之后要租房生活,实在困难。 婆婆像看傻子一样看我,那钱她都出了,咱们不给,她一点办法都没有。 周渊也跟着说,丧葬费和礼钱,加起来小十万呢,人家还没要呢,自己傻乎乎地给。 我气不过,说当初不是说,谁继承了房子,谁就负责出丧葬费吗? 公公摇头道,这房子是咱征来的,不是姥姥给的,凭什么攒出丧葬费? 严丝困难不困难,使她自己的事,跟咱们无关。 我真的不知道,自己嫁给了一个什么样的家庭,他们眼里只有钱,没有任何感情人伦。 我不敢想,如何以后我和他们有了利益冲突,他们会怎样对我? 我偷偷跟我爸妈说了此事,我妈说多个房子总归是好的,我爸却不这么认为。 她觉得周渊一家太看重钱,怕以后若是我跟他们有了冲突,他们全家人也会如此绝情地对我。 我心里有离婚的想法,但我舍不得肚子里的孩子,若是下定决心离婚,我就必须打胎。 我没勇气做单亲妈妈,更不想因为孩子,要跟周嘉再有什么联系,我不知道到底该如何是好。 现在我怀孕四个月了,肚里孩子一天大死一天,周渊一家只顾得打官司。 我不想在这种家庭里度过一生,我跟他们一家完全不是一路人,我好怕以后孩子会变得跟他们一样。 可我真要因为这事打胎离婚吗? 我心里犹豫不决,到底该怎么办才好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